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像現在悠遊卡可以在廟裡面可以扣十塊錢 只要避一次的話 現在那個那個哪裡 那個正南宮有這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狀態 可是呢 我只要去設計說我的悠遊卡可以扣二十塊 或是二十塊以上 就是買一包箱的錢 但是呢 我不需要真的付出去 然後廟拿這一筆錢呢 他就不用提供箱 現箱 他拿那些錢累積起來應該夠他去買城鄉或檀鄉 然後廟只要一個爐去燒這個東西就好 那那個味道 那個感覺 那個整個廟的氣質又都不一樣 然後剛好又符合國家的简箱的標準 那何樂不為 但是呢 你捐二十塊 他捐十塊只是高興而已 可是如果捐二十塊 捐三十塊 捐四十塊的話 他如果有一個探照燈 從媽祖的上面打到我的心裡面跟我對應的話 LED嗎 這樣就可以了啊 LED燈嗎 就這樣就好了啊 然後我拿那些錢 累積下的錢 去買那些比較好的箱 因為台灣的箱有很多的都是加了香料的 嗯 對啊 畫出來的 啊這樣的整個廟的氣氛是不是都不一樣 嗯 那你講到說那個什麼圓道那個關於廟那個 那個是 一百五耶 對 很貴 但是 但是那是你個人的 那是你個人的 但是我覺得累積起來廟方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整個廟裡面的氣氛是不是都不一樣了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一分半 好 好 結束 好 對 好